我跟他在一起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现在发现他就是在演戏 老用花言巧语来欺骗我 我觉得我跟他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完全不可能了 我不认为我们有可能了 这就是我爱他的方式 他为什么不能理解呢 我会坚持到底 他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用心 他就像一块膏药 怎么甩也甩不开 你别再跟着我了 你别了踩着的刻骨灵犀 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心里就吃了一惊 这世界真有甩不掉的人吗 看来还真是有 不仅有 他们还来了 老师们能把女生说的 这块膏药给拿掉吗 这到底是一块膏药 还是别的什么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二十一岁 酒店管理 女嘉宾小陈二十一岁 是一名幼教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了 你嫌人家像狗皮膏药一样 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就跟他说了就分开呗 我不想放弃他 我不想让你解态我 人家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还缠着人家 有意思吗 我感觉他还是爱我的呀 谁爱你呀 但是这就是你不好吗 我对你不好吗 你对我拿好了 你成天管着我 我怎么管着 你就差把我关起来了 好好好 你就删几个好友吗 再就管你吗 你那是几个吗 你全给我删了 我为什么删呀 你看短信 宝贝亲爱的 我为什么删呀 那又不是我让他们教的我 这是你自己的事吧 你能自己解决吧 那我要跟他们在一块 早跟他们在一块 有你什么事 你这么高就没意思了 你是不是要钻住脚尖的 我没意思 你跟踪我 你有意思吗 主持人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微信上 不是有位置共享吗 我发了位置共享 这也叫跟踪吗 我每次出去 你都跟我要位置 我为什么要位置啊 为什么呀 就是有一天我上班 我朋友打电话 说看到他跟一个奶奶 逛街呢 当时我听这些事的时候 我非常气愤 我问他 问你在哪呢 他逛街呢 然后跟谁在一起 说跟踪朋友 那就是一个朋友啊 那是个男的呀 男的就不能 男的就不能是朋友了吗 你为什么跟我坦白呢 你们俩是个男的女的 你为什么跟我 对我隐藏呢 你到底是要跟人 和好还是干嘛 和好 和好 我看你这不像啊兄弟 你是像问罪来的啊 总之听出来了 两件小事就听明白了 不太放心这姑娘 是吧 没有安全感 你没有安全感 那一说没有安全感 咱们就得查根源了 到底是因为有人 做得不好 给别人带来了不安全 还是别人内心 就是不安全的 你还对他做过一些什么呀 他不但限制我 跟男的联系 他在外边 还乱认妹妹 认得可欢呢 老家一个妹妹啊 你也认识什么 跟你介绍过呀 那你看不出来 对你有意思呀 我没看出来 我没看出来 上期长大的 又是个妹妹 在我家里呀 那我能不能认个哥呀 那可些我不介绍 但你有度过的 我有度 你有度了吗 我怎么没度了 你都带人去酒店了 你有度吗 人大老远来了 我住宾馆住哪儿啊 那你给人开我房间 你让他自己上去啊 我帮他拿那东西 把他拿到行的 拿房间 这也不分 有一次那个 我去他公司找他 然后他就跟几个 那个单位的女同事 就闹得特别花 那我下班的时候 同事一样开个玩笑 这也不行 你都动上手了 那开个玩笑 弄着玩 不也正常吗 那你还想怎么着 是不是还想亲上 我